世界12強棒球賽的消息 中華隊第一站在台中洲際棒球場 左對抗的是荷蘭 而六局結束呢 中華隊暫時是以3比4 一分落後 對 那麼也希望中華隊加油 趕緊把比數給逆轉過來 而在經過的前一晚 日本對韓國的開幕戰 台灣好手們全都敘事 待發準備好要來捍衛自己的主場 第一屆世界12強棒球賽 11月8號在日本札幌 由日本對5比0擊敗南韓 揭開序幕 今天晚上 台灣好手們在台中洲際球場 迎戰荷蘭捍衛我們的主場 來到台中洲際球場 中華隊利用賽前最後暖身 前個晚上的日韓大戰 也讓選手們感受到比賽的氣氛 準備迎接自己的比賽 就是滿興奮的 因為是在自己的主場比 畢竟又不是自己的觀眾 然後就會享受比賽就好 中華隊上回在經典賽 是在比賽後段逆轉擊敗荷蘭 這次後援投手並奪將廣 自然也受到教練團的信任 紅吻一開始的狀況比較沒那麼理想 可是這兩場的狀況已經有慢慢在回穩了 對 然後羅家仁他的狀況 跟林柏佑一直都來 最近一直來都很穩定 所以我們還滿放心的 即日起到11月15號 中華隊將有分組的無償比賽 選手們將全力搶勝 期盼打出佳績 把戰線延續到日本戰場 有電TV吳家佑 簡子祥 台中報導